大家好,我是笑敏 无依的时候跟着家里人去山里摘了些野果 哇,一碰就掉下来了 黄泡他们说 应该是树梅的一种吧 浆果类啊 然后里面是个空心 小小的 有一点樱桃味,酸酸甜甜的 里面有好多籽啊 哎呀,这个不熟,摘不下来 因为这种一碰就会掉下来的这种 这个就是,你看一碰就掉下来了 跟个小萝萝头一样 摘果子也是会上瘾的,完全停不下来 干了 有点酸 嗯,酸酸甜甜的 过瘾 还有就是里面那个籽有点硬 这风味有点像樱桃 有点像草莓 强烈建议大家做一些黄泡果酱 非常香 有黄桃罐头的香味 还有草莓的味道 比生吃的香味要更浓一些 但是它煮完之后没有那么浓稠 比较稀 有点像小米稀饭的感觉 熬果酱的时候就只放黄泡和糖 不放水 白糖冰糖都可以 含糖量越高,含水量越少 果酱的保质期也就会越久 可以抹面包,拌酸奶或者直接吃都很好吃 每天都要好好吃饭呀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